日本媒体报道说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本月23号期将在日本东京举行 那么这次会谈将谈哪些议题呢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详细情况 小玉你好 许伯你好 小玉记得上个星期这个时间在我们连线中呢 我们谈到中国突然取消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协商中日韩外长会议的这个访日计划 那么曾有猜测认为呢 这次外长会谈可能难以实现了 那么会谈真的要举行吗 会谈将讨论哪些议题呢 是的许波 这是日本媒体昨天星期三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报道说 日本日中韩三国政府正在就本月23号24号两天 在东京举行中日韩外长会谈进行最后的磋商 预计出席这次会谈的有中国外长王毅 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和韩国外长尹炳士 那么这次会谈预计谈的议题 日本媒体报道说 日本方面希望针对朝鲜核问题加深三国的合作关系 另外通过促进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 来深化三国的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 另外日本方面还打算分别与中国和韩国外长举行会谈 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会谈上 日本方面将敦促中国克制在东海 日本钓鱼岛日本民间隔列岛附近海域的活动 另外针对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的开发点 布设雷达的问题表示担忧 同时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 日本方面将敦促中国遵守中裁庭做出的裁决 日本期待这次会谈举行将促进 9月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 能够实现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日中首脑会谈 另外也期待能够为本年度内实现中日韩首脑会谈 在日本举行铺路 徐波 好的 那么同样在上个星期的这个时间连线节目中 我们谈到了面对中日在东中国海对峙 加剧中日韩外长会议可能流产 这个情况下 这一次会谈转而实现 那它是什么样的背景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立场有所软化了 是的 上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我们谈到了中国突然取消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孔炫又访问日本的计划 这本来是要与日本韩国协商这次三国外长会谈的情况 当时确实有人对能够是否能够实现这次外长会谈表示了担忧 那么这次一个星期过去之后又传来了 即将举行会谈的这一消息呢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实际上不外乎这样三点的因素 首先是上个星期四在东海发生了希腊货船与中国渔船相撞事故中 日本方面救助了六名中国渔船的船员 这一问题呢 这一情况呢 导致可能是导致中国转变态度的一个契机 另外呢 随后的8月15号 日本战败日这一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防卫相稻田彭美 没有去靖国神社访问 最后一点应该值得提到的就是 中国为了使在今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得以成功呢 也需要向国际社会表明积极对话的这样一种姿态 那么尽管中国答应要举行这次中日韩三国首外长会谈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对日立场开始软化 一般认为呢 在中国的海洋权益问题上 中国恐怕是不会做出让步 起码要在明年秋天举行党大会之前 中国的对日强硬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 那么这次的所谓的似乎有点软化的态度是如何看待 日本的经济新闻分析说 这是中国对日的软硬坚实的一种策略 即使对话实际上在海洋的权益问题上不会让步 但是也有分析认为 像今年8月上旬那样 中国的公务船和渔船大举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况 也应该是暂时性的 但是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情况 仍将会继续下去 许波